大家好 欢迎收看ET财资Top 最近中港股市的表现似乎一样 很多人都担心现在的走势会不会一直落后于不外围的一些主要股市 今天请Fanny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迷思 以及接下来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或者买回 Fanny一开始就说中资股 其实现在恒指成份股里占大比数都是中资股 其实在某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这边的市场 在接下来的走势 真的很落后 以MSCI的中国指数为例 我看到它在2月见了顶后 曾经一度跌了一成八 其实今年以来都差不多是平手 微升一点点 跑输得很重要 看资金流向也是 其实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环球资金的流向 其实资金 它都会不断轮换的 我想之前市场的比较关注就是板块轮动 但是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资金的配置在不同的市场 其实都是在做换马的 因为2020年 因为中国最先受疫情冲击 亦都是最先走出疫情 所以其实中国的复苏的反弹 已经在去年 很大程度上领先的 其实港股 亦都是表现不错的 如果我们看回头两个月 那中港股市 其实在开局来说 其实上升也非常勇猛的 但是到2月中就见顶了 这个亦都跟疫情 还有就是环球投资者 它的配置是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想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由年初到现在 其实美股就表现是一枝独秀 这个很大程度上 亦都跟它的疫情 控制得好 没错 它就由拜登上台之后 它就大力地推动疫苗的推广 其实现在美国也有一半的人 接种 已经接种疫苗 目前来说 我们仍然都预计 在2021年 新冠疫情的发展 对于后市 以及对于推动经济复苏 仍然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如果大家看回 这个疫情发展的图 原本美国 就是全球最受疫情冲击的国家 但是由年初 就是它大幅推动疫苗接种之后 你就已经看到 它那个确诊个案 就是明显的回落 再加上 就是拜登上台之后 亦都连回公布了 刺激经济的政策 而且会加大财政支持复苏 包括派钱 所以可以预计 就是美国今年 由于它的经济反弹的幅度 是比较强力的 所以今年第一季度的强势 正正反应复苏 是与台词 5,200,200,000 1,200,000 2,200,000 0,200,000